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应粉丝的要求来做一期历史上的郭佳 那么我们开始吧 郭佳自奉孝,尹穿扬敌人 在少年时期的他就已经很有远见和远大的志向 直到遥遥欲坠的汉朝将会天下大乱 所以在20岁之后就开始销声匿迹,隐居了起来 秘密的结交英杰,不和庸俗世俗的人交往 所以很少人知道他 但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超凡脱俗是个奇才 最初,郭佳见到袁绍的谋臣欣平郭图的时候说到 智者应该会审视他的主人 所有对的举措都要涉及到才能建功立业 员工想要效仿周公理贤下士 却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些人才 想得多却总是忽略要点 喜欢谋划却无法下定决心 要和他一起在危难之中救济天下 成就霸王之业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便离开了袁绍 公元196年 因为曹操十分器重的谋视 西智才英年早逝 所以曹操就写信给自己的属下 荀玉说道 自从西智才死之后 我就没有可以一起计划大事的人了 你们尹川有很多能人意识 有谁可以继任西智才的吗 荀玉便将郭佳推荐给了曹操 曹操召见郭佳 讨论天下大事 讨论完后 曹操说 能让我成就大业的人 必定是死人了 郭佳也开心地说道 这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啊 随后 郭佳成为曹操的军师祭九 公元197年 随着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曹操就问郭佳 袁绍拥有好几个州 兵强马壮 我如果要争讨 恐怕打不过 怎么办 郭佳回答道 刘邦本来打不过项羽 这您是知道的 但因为刘邦用智取胜 项羽虽然很强 最终也被刘邦逼上绝路 我在此预料 袁绍有失败 主攻有失胜 袁绍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 但什么都做不了 第一 袁绍注重繁琐的礼节 而您自然得体 这是盗胜 第二 袁绍逆乱 而您顺奉汉士来率领天下 这是益胜 第三 东汉大乱的原因 是因为政策过于宽松 袁绍以宽计宽 不能威慑四方安稳局面 但您至理言明 大家都依法行事 这是至胜 第四 袁绍表面上很大方 内心却很多疑 所以任用的很多人 都是亲戚朋友 而您用人 虽然看起来很随意 但内心却如明镜 用人不疑 有才能就任用 不在乎远近 这是度量上的胜利 第五 袁绍魔化很多 但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 却很少 而您有了计策 就立刻执行 还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这是谋胜 第六 袁绍喜欢虚名 所以有很多只会吹捧 拍马屁的人去投靠他 而您用心待人 不虚荣 善待有功的人 正知 忠诚的人都会为您所用 这是得胜 第七 袁绍只会忧虑 他看得见的人和事 而您却心怀天下的大事 救济和忧虑着所有的百姓 这是人圣 第八 袁绍的手下真权夺利 胡说八道 制造霍乱 而您却用道德统一着手下 这是名圣 第九 袁绍无法明辨是非 而您用理和法 来推行正确的事情 这是文圣 第十 袁绍喜欢虚张绅士 不知道用兵的要领 而您以少甚多 用兵如神 这是五胜 随后 郭家又接着说 现在袁绍在攻打公孙赞 我们应该先去攻打吕布 如果不先灭了吕布 等袁绍来攻打我们的时候 吕布肯定会支援袁绍 这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危害 曹操回答道 好 公元198年 刘备被吕布打败 来投奔曹操 曹操和手下觉得刘备有英雄的志向 如果现在不除了他 以后肯定会成为祸患 但郭家却说 曹公起兵 除霸安良 以成和姓来招募天下俊杰 现在刘备已经有了英雄的名声 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来投靠 并且被我们杀害 那么天下的能人志士将会怀疑 主公是否是民主 那么主公 您将与谁一起平定天下呢 杀掉一个人而危害到自己的声望 这必须谨慎考虑 曹操笑着回答道 你说的有道理 与此同时 郭家虽然不主张杀刘备 但是明白刘备是个很大的威胁 就对曹操说 刘备有雄才 关羽张飞都是万人难敌的猛将 而刘备也不是一个愿意屈居于别人之下的人 古人说过 今天放走了敌人 将来必成几世的祸患 应该早做准备 将他放在一个位置上 软禁他 可当时曹操刚刚迎奉天子来号令天下 想要招揽刘备和四方的英雄 所以没有采纳国家的建议 后来曹操出兵攻打吕布 经过了三场战斗大破吕布 吕布退走 坚守城池 曹操看士兵非常的疲倦 就想退兵 国家对曹操说 以前项羽打过七十多场仗 从未败过 但一招失势就导致自己和国家的灭亡 这就是有勇无谋的下场 而吕布还不如项羽 败得更惨 现在我们乘胜进攻 肯定能活捉他 曹操回答好 后来曹操果然情杀了吕布 公元199年 曹操命刘备去攻打袁树 国家和陈玉都对曹操说 放刘备走将会引起很大的变数 但刘备已经离开 举兵反叛 曹操悔恨没有听国家的建议 一年后 曹操打算快速消灭刘备 但是不祥们担心 在大军出发后 袁绍会在背后攻击 曹操也开始有些疑虑 就问国家 国家回答 袁绍的性格迟缓而且多疑 不会做出快速的反应 而刘备也是刚刚举兵 人心还没有归附 只要以雷霆之势猛攻 刘备必败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曹操说 好 随后侦讨刘备 果然刘备败逃 袁绍也没有出兵 后来曹操和袁绍 开始在关渡大战 来决定谁将成为北方的霸主 而这时 得到江东的孙策听闻曹操和袁绍在关渡大战 就想要渡江袭击许昌 曹军众人听到后都十分的恐慌 但这时 国家预料说 孙策刚刚得到江东 杀的都是英雄豪杰 他是个能让人为之卖命的人 但是孙策为人轻率 也不防备他人 虽然有百万之众 但跟一个人独行在中原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有刺客伏击他 他也不过是一人之敌 在我看来孙策必定会死在匹夫的手上 果然孙策还没有率兵渡江 就被许公的门客所杀 公元2022年 袁绍在关渡败给了曹操 随后病死 曹操接着进攻袁绍的两个儿子 连战连胜 就在众将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国家却说 袁绍很爱这两个儿子 但他们都不适合被立为继承人 有国徒逢济为谋臣 他们肯定会互相争斗 局面危机时 他们会团结在一起 太平无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争斗 不如我们先假装进军南方 攻打刘表 等待变化 发生变化后再去进攻 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曹操回答说 好 曹操接受了郭家的建议 假装向南进攻刘表 果然袁绍的两个儿子 袁坛袁绍开始争斗 袁坛败逃 派人向曹操投降 曹操率兵攻下了袁绍 所在的冀州首府叶城 又在南皮打败了袁坛 平定了冀州 郭家也被封为伟阳亭侯 等到整个河北平定后 曹操开始大量聘用 清 济 幽 兵 四周的民事 来巩固控制 安抚人心 而这 也是郭家的建议 公元207年 袁上袁西 逃入乌环人的地带 曹操想要带兵去征讨 但是曹操的部下们 还怕刘表会派遣刘备 来进攻许昌 郭家却说 主公威震天下 但胡人依仗他们远离中原 所以不会设防 我们出其不备 肯定能够攻灭他们 而且 袁绍有恩于名 袁上也还活着 我们刚打下来 袁家的河北 明星还没有彻底归附 这时向南方进军 恐怕北方的胡人 就会进攻 到时 清州 冀州 都会失去 郭家接着说 刘表知道自己的才能 不足以掌控刘备 所以会防范着刘备 即便我们清朝出动 去远征乌环 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 曹操采纳了郭家的建议 开始北征 后来郭家觉得 行军的速度太慢 就对曹操说 兵贵神速 我们现在要走过千里地 去进攻敌人 资重太多 走得太慢 就会被敌人发现 不如留下资重 快速前进 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 进攻他们 曹操采纳了郭家的建议 直奔乌环的禅于亭 乌环的首领 在得知曹操来进攻后 只能仓促应战 随后被斩杀 曹军大胜 袁上袁西逃往辽东 郭家是一个十分有谋略 能够看透事情本质的人 曹操曾说 唯独郭家能够知道我的内心 但在北征之后 返回柳城的途中 38岁的郭家病死 曹操十分悲伤地 对荀幽等人说 你们的岁数都和我差不多大 唯独郭家最年轻 在一统天下后 我本想将后世托付给他 然而中年就死了 这就是命吧 于是曹操上表 军师祭九郭家 跟我南征北战11年 每次有重大的事情 他都会帮我决断 平定天下 他谋划的功劳很高 不幸短命 事业未成 为了追念他的功绩 增加他的封益八百户 加上以前的总共一千户 追视为真侯 在最初的时候 陈群说郭家的行为不检点 数次当庭指责郭家 郭家并没有理会 而曹操也更加器重郭家 同样曹操也为陈群 能够公正行事 感到非常的开心 后来曹操征讨荆州返回 军中发生瘟疫 只能烧毁船只 曹操感叹道 若是郭家还在 我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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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